事情为您报导过大型的连锁机车行 因为被检举占用骑楼修车 结果在台北板车总店呢 同意改善却短短不到三天 看到全省20家的分店照样霸占骑楼 修车修到马路上 甚至看到这位坐着轮椅的老伯伯 只能够推上马路 实在相当危险 机车排气声烂轰隆隆 还不断喷着白烟 最佳连锁机车行霸占骑楼被投诉 才答应改善不到三天 继续又把骑楼当成了修车厂 修车甚至还修到了马路上 骑楼全被机车行的升降机 还有工具给霸占了 半空中的充气机代表骑楼 被当成了自家工厂 每次行人走进骑楼 还能够弯着身侧着腰 左闪右躲的 但坐轮椅的老伯伯 就得被迫走到马路上 人车真倒 这样当然是不要走 如果摆在骑楼的话 会啊 会影响到 时间回到三天前 台北板桥总店 才刚同意清空骑楼 等到风头一过 全省其他20家分店 还是占据骑楼做生意 被投诉的机车行 光是台北4家分店 一个月来接到44张罚单 民众投诉的声浪接连不断 已经尽量再配合了 都已经把车子往里面移了 尽量不要占用到骑楼了 机车行再度挂保证 以后不再占用骑楼 但路过了10年只希望 这次他们说的是真的 还给他们走路的空间 中文新闻韩志兴 朱显明台中报道